當然他今年打擊率兩成三七不算高 可是他遊擊區的手邊工作還蠻穩定的 這個飛球在左邊方向 左愛手追過去 追過去 在邊線的附近 在界外區接殺了這個飛球 喔 有機會 有機會 Let's play 哇 那但是 Timing Play 本壘這分是算的 那現在李淵平總監要出來挑戰喔 那個畫面 我們是希望 有一個 Timing Play 的一個過程 就是看起來是 有可能好像是三壘先take才進壘 那畫面上沒有辦法呈現 兩個畫面 或是同時看到誰先觸殺 或是先得分的狀態 所以變成挑戰無效 確實在 是有機會做挑戰的情況下 但沒有一個可以證據去推翻的一個情況 只能接受原判 那這個是 不管是我們球團或是聯盟 未來在 像這種 重要的賽事裡面 是不是在 轉播單位或是 未來的一些硬體設備 可以再更齊全 讓整個比賽的過程 可以更有 有一個更好的證據去證明 這個Play是到底是怎麼 結果